據美國之音報導 有克里姆林宮背景的《俄羅斯獨立報》 2月10日發表社論 警告中共不要在北極挑戰俄羅斯的利益 但歡迎它去北極地區投資 這篇以《中國龍為何要鑽入北極為題》的社論 分析了中共在北極的活動 社論說 由於西方對俄羅斯制裁力度加大 俄羅斯在北極地區對中國投資敞開大門 但與此同時 北京必須要知道 北極對俄羅斯的戰略意義 社論警告說 中國在北極地區活動時 必須排除任何挑戰俄羅斯在北極利益的行為 前年 中共發布的《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 其中有關《共建兵上絲綢之路》的表述 引起世界的高度關注 社論說 中共20年來已經在北冰陽實施了8次考察活動 還在建造新型破冰船 企圖每年都在北極實施一次考察活動 中共這些舉動的目的就是想在北極佔有一席之地 並鞏固這一地位 這家俄羅斯主要大報指責說 白皮書中 中共把自己標榜稱為近北極地區國家 讓北極國家都感到莫名其妙 因為北冰陽的海岸線都不接近中國邊界 前幾年中共成為北極理事會的觀察員時 俄羅斯是當時北極理事會成員中最積極反對的國家 俄羅斯地緣政治學者索比亞寧說 俄羅斯軍界以及圍繞軍界的智囊和分析人士 都非常警覺中共在北極的活動 據報導 去年已有9艘中國貨輪使用北極航道 與此同時 中共的第一艘極地破冰船去年9月已經下水 俄羅斯已經組建了北極作戰部隊和北極司令部 去年 俄羅斯開始在新西波利亞群島上部署先進的 冷保式岸間導彈系統 惡守備其航道 據稱射程可達600公里 目前還沒有任何防禦系統能抵擋這種導彈的攻擊 另外 俄羅斯也在與日本有爭議的南千島群島 部署了冷保岸間導彈系統 為了應對中共海軍的威脅 俄羅斯幾年前想與中國在南海擁有領土糾紛的越南 提供了冷保岸間導彈系統 去年11月 俄軍舉行了冷戰後規模最大的軍演 俄羅斯北方艦隊穿越北極航道 從歐洲的巴倫之海抵達了太平洋北部 去年11月 俄羅斯宣布 從2019年起 所有外國軍艦穿越北極航道 必須先通知俄羅斯 俄羅斯政治家索比亞寧說 一旦中共派軍艦或軍事船隻進入北極 肯定就會遇到俄羅斯的激烈而強硬反擊 藍述認為 中共歷來欺軟怕硬 估計俄羅斯一警告 中共就只敢向它撒錢了 按摩 核涵 大家 cco 感谢观看